兼职服务员时 在别人的生日宴上 我看到了自己的女朋友 她向来喜欢斥责我 嫌弃玫瑰花上不得台面 却又在那天生日宴会上 定下了999朵玫瑰 只为那个男人送上祝福 那天恰好也是我的生日 我静静地看着这一切 选择转身离去 后来我把她所有联系方式拉黑 离开了那座城市 她却疯了 我和柳如烟是大学兼职时认识的 在大学旁边的咖啡馆 我第一眼就看到了她 穿着白色衬衫 整个人完全就像是小说里走出的 勤工俭学的清贫笑话 两个人慢慢熟络后 加了微信好友 会一起去自习室学习 一起兼职 多亏柳如烟的深夜大学里 所有人都知道 学校旁边的咖啡馆 有一个清贫笑话 来加她微信的人络绎不绝 刚开始还好 后面烦了 她干脆把我推出来 说我是她男朋友 我还在状况外 刚想拒绝 就看到柳如烟墨色的毛子里 带着啃欠 鬼使神差帮我没有开口澄清 而是选择默认了她的话 后来顺理成章的 她向我表白 我们从名义上的男女朋友 成了真情侣 毕业后直接租房住一起 她是孤儿 我的家在大山深处 吃过苦对钱看得比较重 大城市消费高 再加上我们刚毕业的大学生 比啥都便宜 我和她在休息日时 会去兼职正点外快 为我们未来结婚的小金库 添砖加瓦 当我接到这份一个小时 200块钱的临时服务员的工作时 开心了好久 但是 当我看到那个原本应该在公司加班的柳如烟 出现在宴会上 我脸上的喜悦瞬间僵住 一向勤俭的柳如烟 一概以前在我面前的朴素 换上了红色抹胸礼服 遮住眉毛的刘海被梳了上去 整个人看起来美艳十足 要不是那张熟悉的脸 我说不定都认不出来了 宴会上 那些富二代一个个争相向她献殷勤 她就像是一个高不可攀的神明 冷眼看着那些人争气斗艳的模样 看到我愣在原地 一起兼职的小芳推了我一把 她面含担忧 问我怎么了 我摇摇头 看着远处重心拱跃的柳如烟 嘴巴里带着几分苦涩 问了一句 她是谁 小芳看了一眼她 压低嗓音告诉我 说她是金圈陈家的小公主 我难以置信地看着远处 那个陌生至极的柳如烟 心里涌起几分难以言喻的情绪 和自己朝夕相处四年的女朋友 今天一转身 从一个没有爸妈的小可怜 变成了金圈的小公主 我下意识掏出手机 给柳如烟发了条短信 你怎么在这里 柳如烟原本懒散地坐在那里 身边围着一群人 手机突然响了 所有人都看着她 她却毫不在意地说了一句 是垃圾短信 听到这里 我如同坠入冰窖 身体都在颤抖 原来 我秦夜周在柳如烟眼里 不过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 也对 在一起四年 我甚至连她的真实身份都不知道 我莫名觉得自己可悲 曾经的努力好像都成了一场空 我看着远处人声鼎沸的热闹 没有说话 在柳如烟的旁边 坐着一个身穿西装的男人 她和柳如烟在那里打情骂俏 完全不顾别人的目光 两个人默契的就像是一对恩爱的小情侣 小芳把那个厨房里 准备了五个小时的五层大蛋糕推了上来 蛋糕上面全是水果 隔着老远都能闻到奶油甜蜜蜜的香味 众人相继给她送上礼物 有如烟压皱 她大手一挥 让人送上了999朵玫瑰 男人感动得不得了 直接和她拥吻在一起 旁边的富二代在起哄 我和其他几个人一起 穿着准备好的玩偶皮套 笨拙地抱着玫瑰花站在那 眼睛有点干涩 却又哭不出来 我甚至无法形容自己此刻的心情 透过皮套 我看向柳如烟 好像第一次认识她 刚谈恋爱那会 第一个情人节 我俩出去逛街时 看到路边的玫瑰花 想着给她买 我把玫瑰花送到她面前时 我以为她会开心 柳如烟没有 她只是撇了撇眉 脸上略带嫌弃 她当时怎么说来着 她说 玫瑰花并不能象征爱情 不过是市场的包装 给女生洗脑了罢了 太庸俗了 这年头还送玫瑰花 我看她不太乐意 收我买的花 就开玩笑般说 庸俗呢 我不觉得 要是宝宝给我送花 我一定会珍藏起来 哪怕枯萎了 我也觉得好看 太拧了拧眉 然后开口 谁要送你玫瑰花呀 想多了你听到这里 还没等我生起闷气 柳如烟从公园的草坪里 救了一根狗尾巴草 为我做了个简陋的戒指 我当时被感动得稀里哗啦 还为自己的任性懊悔 现在看到眼前的场面 我只觉得当时的自己可笑 她从来都不觉得 送玫瑰花是庸俗的 或许只是不愿意 给我送玫瑰花 宴会上热闹极了 但是都不属于我 我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们 直到宴会结束 结了工资转身离开 回到出租屋 差不多已经是凌晨 柳如烟没有回来 我疲惫的摊坐在沙发上 今天也是我的生日 我本来打算做完兼职 用兼职得来的钱 给自己买蛋糕和小礼物 或许是回来的路上 整个人都浑浑噩噩的 我路上没有过多的动作 直接回到了家 我看着眼前的装修和布局 都是我们同居这几年 一点一点积攒下来的 我们甚至约定过 以后挣钱了 就把这套房子买下来 所以我很努力 很努力地攒钱 哪怕今天是我的生日 看到200一个小时的兼职 我还是去做了 也是不去又能如何 不去就看不到真相 就能一直骗自己吗 我抱着自己坐在沙发上 不知道过了多久 开门的声音传不来 柳如烟回来了 他换下了宴会上奢华的礼服 换上以往的旧衣服 整个人又从那个 纸醉精密的金圈小公主 变成了普通白领 我看着他没有开口说话 柳如烟过来直接抱住我 我正开了他的怀抱 看到他脸上略带疲倦 问他 你为什么没有回我消息 柳如烟神色一僵 随后恢复正常 宝宝对不起啊 我没看到你 今天是我生日 原本我以为他说要加班 是真的 说不定加完班后 会给我一个惊喜 我们在一起四年 前三年都是他陪着我过生日 现在看来他只是忘了 或许是腻了 他忘了我这个正牌男友的生日 跑去给别人过生日 大手一挥 就是999朵 从来没给过我的玫瑰 我感觉鼻子一酸 有点想哭 但是我还是忍住了 柳如烟显然已经忘记了 他皱着眉向我道歉 并且保证明天会把礼物补给我 我没有理他 他以为我只是因为没有礼物 和他闹脾气 象征性哄了我几句就睡下了 我不吵不闹地看着他 看着他的睡颜 那张我描摹了千万次的脸 突然觉得极其陌生 以往我们也会吵架 会分手 但都是因为发脾气 这次不一样了 柳如烟 这一次我是真的不要你了 我向公司交了辞职报告 没有告诉柳如烟 我订了一张去往西市的车票 离开时我看向这个城市 那是我从遇到柳如烟后的梦 那时年少 单纯地以为自己能和柳如烟走过一生 奢求着能在这座大城市里 和柳如烟有个价 事实上自始至终 这只是我一个人的美梦 现在梦醒了 我拉着行李箱转身上车 在车上我看着柳如烟的头像 鬼使神差般发了条消息 我走了 随后把他所有的联系方式 全部拉黑 柳如烟扮演穷人的游戏 点到为止 现实不是电影 没有人会因为一段失败的恋情 颓废两三年 包括我 时间再往前走 我收拾好自己的心态 重新投简历 找工作 因为不是应届毕业生 在这个大学生遍地走的时代 我一个本科生并没有什么竞争优势 每天疯狂投简历 面试 投简历 面试如此反复 不过好在和柳如烟在一起这几年 我为了能有一个家攒下了一笔钱 暂时失业并不会让我的生活陷入窘迫 就这样日夜奔波的辛劳 让我没有过多的时间去回想起柳如烟 很快我入职了一家公司 真正的安定下来 每天公司出租房两点一线 一个人平静的生活 我天真的以为这个世界很大 离开了那个城市之后 我和柳如烟再无可能 上天可能觉得编排一出可笑的演出 就在我汇报工作的时候 我再次看到了柳如烟 而她就坐在新经理办公室的椅子上 几个月不见 她换回了她金圈小公主的身份 一身丝定的西装 像极了那天晚上的柳如烟 也是她从来都不是什么所谓的穷女孩 柳如烟我看着眼前空降的新经理 只是装作不认识 柳如烟公事公办的把文件交给她 当我正准备走出她的办公室时 手被人狠狠地拽住 我寻着那双手看过去 柳如烟她把我拉到办公室里 办公室里没有其他人 柳如烟站在我面前 哪怕面无表情 我也能感受到她很生气 为什么 柳如烟墨色的眸子看着我 眼底满是郁色 我只是看着她 没有回应 她像是妥协 又像是无奈 柳如烟向我低头 像是看一只发脾气的猫一般 别闹了好吗 是我错了 别闹了 一句话把所有的事情全都归咎到我 无理取闹 我气笑了 谁敢怪你陈家大小姐啊 柳如烟听到 正准备伸出的手僵住 随后落到我的头上 想安抚小猫般 她语气很平静 就因为这件事 别生气了好不好 我们去吃饭 轻描淡写地把这件事带过 甚至没有一个解释和道歉 她还以为我是那个 对她百依百顺的舔狗呢 那你的玫瑰呢 我固执地看着柳如烟 试图从她口里得到一个答案 她脸色依旧平静 只是我的一个发小 生日宴会上送999朵玫瑰 你告诉我这叫发小 柳如烟解释 那天是她的生日 这场对峙 柳如烟从头到尾 平静地向着看客 我听到这里 鼻子一酸 柳如烟 你记得吗 我们在一起的这几年 我生日 情人节 你说我不配 你送我玫瑰 这些年 我刻意地忘却柳如烟的花 潜意识暗示自己不喜欢玫瑰 可是哪个人不喜欢恋人 在节日里 重要的时刻 给自己送花呢 你喜欢玫瑰花 我现在就让他们送过来 我看着柳如烟认真的脸 哪怕到了此时此刻 柳如烟也不明白自己的错误 柳如烟 或许从一开始 我就错了 你并不爱我 我甩开她的手 推开门离去 在搭上门把手的那一瞬间 柳如烟的声音 从后面传来 秦夜周 我的忍耐有限 我已经和你解释了 你还要我怎样 我打开门 要是她赶出这个房间 我不会再去哄她 我们之间就此结束 柳如烟在警告我 用这段感情来警告我 陈经理 东西我送到了 抱歉 我还有工作要做 没有犹豫 我转身离开 这些年怎么就没看清呢 明明很多时候 柳如烟都明确地表现出 并不爱我 这些年每次吵架 最先低头的永远是我 或许是这份偏爱 让柳如烟有恃无恐 这是柳如烟第一次向我低头 她或许是不敢相信 我会这么冷落她面子 她甚至还以为 像从前一样 我爱她离不开她 试图用这些逼我就犯 事实上柳如烟 你错了 我默默地在自己的岗位上做事 但是就像是货不单行般 原本和睦的同事开始针对我 项目方案不断被退回重做 每次下班单独点名留下我 同事之间聊天看到我 又安静下来 这一切我知道都是柳如烟故意的 和她在一起四年 我最清楚她的性格 看似高了 实则极为记仇 只不过 以前这些都是用在别人身上的手段 现在却被用在我身上 晚上就像是惯例般 我被留下来加班 偌大的办公室只剩我一个人 一个人时总是喜欢胡思乱想 像是怀念般 我想起了刚开始遇到柳如烟的模样 或许是因为新鲜感 两个人刚在一起时特别喜欢腻在一起 最喜欢的就是每天去图书馆约会 我会一遍一遍给柳如烟讲解那些作业 偶尔她看我出了神 我发现后也只是用笔敲她的头 然后耳根红红地继续讲下去 或许是新鲜感 也或许在某一刻 柳如烟真心实意地爱过我 然而此时的我已经不想去深究了 欺骗就是欺骗 用再好的谎言包裹也无法改变气本质 大概是这些天加班强度大 我奄奄地坐在电脑前 手上工作还没做完 部门的刘经理就把我叫到办公室来 一顿日常训话 无非就是一些不通不痒的话 我看着眼前泄顶的中年男人争鸣的表情漠然 想起他在柳如烟面前 奴言碧息的模样只觉得好笑 我清楚地明白眼前的一切 不过是为了讨好柳如烟罢了 刘经理脸上的横肉动作幅度极大 他拿手指着我破口大骂 我低着头还没有反应过来 当头就是一杯热咖啡浇到我的头上 早上出门前梳好的头发 此刻上面全是浓稠的咖啡 滚烫的咖啡顺着发丝流到我的脸颊上 衣服上整个人狼狈极了 身后的门响了 柳如烟正巧走了进来 看到我这富狼狈的模样 他身后跟着的是生日宴上的那个男人 我头上 脸上 衣服上全是咖啡 内心瞬间感觉到一阵难堪 柳如烟看了我一眼 略过我将目光移到刘经理身上 本嚣张的刘经理从椅子上站起来 对着柳如烟点头哈腰 柳如烟贴心地示意身后的男人组 紧接着霍刘经理交谈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我站在那里不出声 就好像这个办公室里只有三个人一半 男人似乎是知道我是谁 他脸上带着挑衅的笑意看着我 随后从包里掏出了一包纸巾递给我 我愣在原地 没有伸出手去 柳如烟和刘经理交谈完之后 看向我 语气里带着几分警告 不想干 没有那个工作能力 就辞职走人就在那一刻 我瞬间感觉到无比之息 他明明知道这一切都是他的事宜 刘经理是为了讨好他 大概是太委屈了 我眼泪在眼眶打转 兴许是为了面子 我努力控制住 没有让他掉下来 我走出办公室 我的情绪慢慢稳定下来 那杯热咖啡提醒了我 我要辞职了 辞职流程很快 隔天我就收拾好工会上的东西 离开了公司 不到半年 辞了两次职 我决定休息休息 给自己放个假 好好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 就在我逃避线时 和朋友一起吃火锅 逛街时 柳如烟出现了 他神色灰暗 看到我身边的人 瞬间冷了脸 质问我他是谁 此刻 恰好朋友回去拿忘在火锅店的东西 我跟着他在这边上大学的妹妹一起等他 柳如烟高傲质问的语气让人极其不适 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而是选择回对他 他是谁和你有什么关系吗 秦夜周 你到底还在闹什么 柳如烟至今还是那副傲然的姿态 不好意思 我想他并不是很想再和你说话 陪雨晴 也就是朋友的妹妹等在我面前 柳如烟看着眼前比他年轻的女人 太阳觉得轻轻不停地跳动 他冷着脸 我是他老板 我想你没有权利阻止我和他交谈 柳如烟 我已经辞职了 你不是我的上司 我也不想和你交谈什么 我打破他的美梦 柳如烟像疯了一样 眼底带着血丝 就像是暴怒的狮子 秦夜周 只要我没有同意你离职 你就还是公司的人 裴雨晴笑出了声 看着眼前无能狂怒的女人 陈小姐 我想你或许是没读过书 对于法律一窍不通 他似是嘲讽 又像是讽刺 裴雨晴话音刚落 柳如烟的巴掌迎面而来 来不及反应的他 只来得急歪过头 巴掌和他的侧脸擦过 显然 这一巴掌用了柳如烟十足的力气 不可避免的 还是在他脸上留下了红痕 裴雨晴反应过来后 二十岁的少女带着情绪 第一反应就是打回去 但是想到身后的人 他克制住自己的怒气 用手捂着脸 我看到这个场面 直接走上前 检查裴雨晴的侧脸 你 你还好吗 脸怎么样了 裴雨晴捂着脸看向我的时候 眼睛红红的 就像被欺负了一般 看到他没什么大碍 想起今天是朋友为了我 叫上了在戏市大学 就读的妹妹来陪我逛街 现在却因为我而受伤 内心的愧疚喷涌而发 我看向柳如烟时 忍不住带着几分埋怨 柳如烟 我想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好说的 我们早就分手了 从此以后 乔归乔路归路 如果以后你再来打扰我 我会以骚扰的名义报警 柳如烟看着眼前的发展 多愣住了 他狠狠地瞪着裴雨晴 甚至想越过裴雨晴 直接拉住我的手 但是裴雨晴动作很快 没有让他得逞 柳如烟见状 知道自己落了下风 无可奈何地软着语气 阿忠 我们之间的事情 我们坐下来好好聊聊 好不好 到了此刻 柳如烟没有了以往的傲骂 他期待地看着我 我只是撇开目光 平淡地回复 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好聊的 说完拉着裴雨晴离开了 柳如烟只是颓废地站在原地 眼睛注视着离去的两个人 锤下的手紧紧地钻成拳 那次事件之后 为了感谢裴雨晴 我说要请她吃饭 裴雨晴欣然接受了 就在我请她吃饭时 柳如烟阴魂不散地又出现了 我看着门口浑身狼狈的柳如烟 她额间的碎发 滴着流淌下来的雨水 整个人就像是被抛弃了一般 脸上露出委屈的神情 眼底全是受伤 阿周 我知道错了 我之前只是因为太生气了 才会气你不告而别 哪怕到了现在 柳如烟依旧在给自己辩解 我没有听她的所谓的解释 只是警告她 柳如烟 我不想听你所谓的解释 我们现在没有任何关系了 我上次和你说过 如果你再出现在我面前 我会选择报警处理 所以你是选择自己走 还是我请你 柳如烟似乎还想说什么 裴雨晴适时出现 哥哥 你好了吗 若已经熟了裴雨晴 原本打理整齐的头发 此刻有些乱糟糟的 就像是刚从床上起来一般 很有心机 我没有选择拆穿她 柳如烟显然没有想到 裴雨晴会出现在这里 她仇视地看着裴雨晴 质问出声 她为什么会在这里 裴雨晴语气疑惑 很理所当然的开口 我不在哥哥这里 难道是你这个前女友在这里吗 前女友三个字刻意着重强调 柳如烟顿时脸色变得难看 尤其是看到裴雨晴的这副模样 她显然是误会了 阿昭 你以前说过的 你爱我 对啊 我说过爱她 会和她在一起结婚生子 可是这不过是我的一厢情愿罢了 柳如烟在这段感情里 向来是高傲的 是掌控者 这是第一次事情的发展 超出她的范围 柳如烟的话 在我耳边显得十分可笑 从一开始骗我的是她 敷衍的是她 故意让人折磨我的也是她 现在她反倒成了受害者 哪有那么好的事 我望向裴雨晴 裴雨晴见状 很识趣的装作有失走开 还俏皮的对我眨了眨眼睛 哥哥有什么事就叫我 如今这里也只有我和柳如烟两个人 柳如烟见到裴雨晴离开 以为是有希望 她眼神里带着几分吸迹 却还没等她开口 我便先打断了她 柳如烟 你不觉得你很贱吗 你贱问我的时候 你想过你自己吗 你有想过你自己的问题吗 从一开始认识你时的隐瞒和欺骗 到事情暴露后 你轻飘飘的一句话带过 没有半点解释 我倒想问问你 所谓的爱我 柳如烟对我质问 正想开口辩解 我没有给她机会 选择继续说下去 柳如烟 你现在回过头来找我 是不是觉得自己的爱特别伟大 一定能感动到我回心转意 你是不是觉得 我还会像以前一样围着你转 我没了你就不活不下去了 多好笑柳如烟 我现在就明确的告诉你 我们之间已经不可能了 从我们重逢 你轻飘飘一句话 掠过这些年的欺骗开始 我们就已经回不去了 柳如烟抓住我的手 红着眼睛看着我 阿周 你听我解释 我是爱你的 只是只是什么 我冷眼看着她的狼狈和无措 你不爱我 你只爱你自己 你现在回过头来挽留我 不过是因为你不甘心 就像是被踩中尾巴的猫一样 柳如烟急了 她试图向我展示她所谓的爱 用一堆无用的话来为自己辩解 我并不想和她多做纠缠 只是让她赶紧离开这里 随后没有等她说什么 直接把门关上 裴洛是我高中加大学的室友 她见证了我和柳如烟 从大学走到后来出社会的恋爱 她看到我来了 眼神里满是八卦 开口问 怎么样 我有些摸不着头脑 回自己的座位上 什么怎么样 裴洛继续追问 就你和柳如烟啊 就分了呗 还能怎么样 许事看清楚了柳如烟的真面目 对于分手这件事 我的心情没有了一往那般沉重 就像是卸下了沉重的包袱 松了一口气 裴洛听到后有些兴奋 真分了你不会心软答应她复合 看着她怀疑的目光也有些了然 毕竟我和柳如烟在一起之后 每天除了和柳如烟待在一起 就是兼职 每次分手也都是我凑上去求复合 裴洛还敢喊式的调侃 说我是恋爱呢 我用认真的语气向裴洛保证 自己和柳如烟这次是真的分了 以后再无纠葛 裴洛先是震惊 大概是上头了 她兴奋的看着我 眼神就像是看到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她嘿嘿嘿笑出声 我被她看得有些甚得慌 夹起盘子里的肉 你在打什么坏主意 裴洛有些不好意思看着我 有点心虚的开口 周子 你看我家裴雨晴怎么样 我看了一眼身旁的裴雨晴 正低着头往火锅里下丸子 随便把已经熟了的肉夹起来 分到我和裴洛的碗里 可以说特别温柔 长得漂亮 上镜 温柔 很好的一个小姑娘 可以说特别温柔 长得漂亮 上镜 温柔 很好的一个小姑娘 我真情实感地说出这些形容 裴洛听我的评价 语气里带着几分小心翼翼 那周子 听 我瞬间反应过来 看到一旁原本坐着的裴雨晴 进了厨房 我松了口气 然后凶巴巴看着她 哥 你又在说我什么坏话 裴洛一脸笑嘻嘻地看着我 这不是看你为情所伤 好让你疗愈伤疤吗 好吧 可惜那小姑娘暗恋你这么多年 我听了震惊地差点一口水喷出来 她暗恋我 对啊 要不然咱俩高中纳慧儿 她天天跑来接我干嘛 就是为了看你 我看着从厨房出来的裴雨晴 示意裴洛别说了 这件事就此打住 吃完火锅之后 裴洛兄妹帮着我打扫了残局 随后我和裴洛开启了唠嗑模式 裴雨晴在沙发的一边 静静地坐着玩手机 时不时和我说两句话 到了黄昏 大概是因为我和裴洛太久没有相聚 裴洛留下来过夜和我继续唠嗑 而裴雨晴自己回宿舍 裴洛去洗澡 我送离开的裴雨晴 裴雨晴出门后 这时裴雨晴伸出白皙的手臂把门关上 一个壁咚撑住门 把我困在他和门之间的空隙 一米六的盖 他点起脚 那双清澈的眼眸看向我 哥哥 我不小了 已经成年了 说完这句话 裴雨晴的耳根红红的 眼神里满是认真和固执 我回想起裴洛说的那句 那小姑娘暗恋你很多年了 看着眼前认真的人 有些不知所措 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我承认有一瞬间自己被打动 还没来得及说话 裴雨晴怕轻耳听到拒绝 和我说了一句明天见 然后落荒而逃 那天晚上的那番话 几乎算是表白了 说出口后 裴雨晴就像是打通了任督二脉 每天有意无意的挑起话题聊天 以及时不时的偶遇 我看着再次跟到我后面的裴雨晴 这个月已经不知道多少次了 我揉了揉太阳穴 看着一脸乖巧的裴雨晴开口 你不用上课吗 天天跟着我裴雨晴 无辜的睁着他那双成澈的眼睛 班哥哥 你不知道吗 现在已经是暑假了 我拍了一下我的脑子 应该是出社会上班时间久了 每天朝九晚五 除了节假日和周末休息日都在上班 导致我已经遗忘了 学生是有寒暑假的 到底是自己从高中看着长大的好友妹妹 我并没有直白地说出拒绝 只是委婉地表示 像他这样的大学生 放暑假的假期生活 应该去做异议的事情 让自己的假期更加丰富多彩 前台词就是别跟着我了 大概是上一段的感情受伤 现在的我并没有进入一段新的情感的想法 一段情感的阶段反应不是说消失就消失的 更何况裴雨晴身为好友的妹妹 也是我从高中相处到现在的妹妹 我并不想伤害她 但是裴雨晴就像是听不懂话外音一般装傻充了 我和裴洛交流过这件事情 想着身为亲哥的她应该有办法 没成想裴洛一副完全无所谓的样子 还八卦起了我和裴雨晴的事情 9月份全国开学时间 就在我以为裴雨晴会返校终于消停了之后 裴雨晴在我的对面租了房 我打开门看到对门的裴雨晴 她一脸笑意的看着我打招呼哥哥 好巧啊 这是好巧吗 事实上裴雨晴就像一个粘人筋根本甩不掉 我甚至在忍无可忍的时候明确的向她表达了拒绝 但裴雨晴就像是打不死的小强一般 每当我不耐烦了 她就贴心的往后退一步 时间长了 慢慢的又靠近 如此反复 这种状态让我无可奈何 不过唯一好的一点就是 裴雨晴搬到我家对面之后 多了一个大厨可以蹭饭 由于我的厨艺一言难尽 不能说好吃 只能说能吃的程度 柳如烟也是个厨房小白 所以更多时候 我们都是两个人做饭 互相将就 至于裴雨晴的厨艺 我严重怀疑 她是从哪个培训机构出来的 每当我发誓不去裴雨晴家蹭饭时 闻到从隔壁飘出的饭菜香味 我都克制不住的往隔壁跑 就在这种蹭饭的邻里关系中 我和裴雨晴的关系日渐亲密 随着时间的推移 和柳如烟的那段感情就像是一道伤口 被慢慢治愈结巴 我甚至已经很少想起那些往事 我重新投简历 找公司好好过着自己的生活 上班之后 裴雨晴每天都等着我下班 后面逐渐发展到接我下班 我刚开始让她别来 但是她坚持 就这样 我们之间的关系维持在友情之上 恋人未满 裴雨晴没有点破 只是对我好 她给我压力 没有向我表白 直到某天下班途中 我遇到被喝醉酒的流氓调戏的裴雨晴 直接上前做了流氓好几拳 最后去派出所调解后 这件事情才算过去 裴雨晴脸上是被混混调戏时的惊恐 漂亮的小脸带着几分苍白 她帮我上的药 裴雨晴眼睛专注地看着我 就在我把说一开始 裴雨晴抓住了我的手 她向我表白了 她说她害怕如果没有我的保护 她该怎么办 她眼睛湿漉漉地看着我 我内心的保护欲在这一刻达到了极点 我承认我心动了 所以我答应了 裴雨晴抱着我一直傻笑 就像是地主家的傻闺女 再次看到柳如烟是在同学聚会上 以往一向注重形象的她 现在整个人颓废十足 同学会上 她一个人坐在沙发上酗酒 全然没有了以前的一起风法 听大学同学说 柳如烟家的公司在走下坡路 但是柳如烟本人一蹶不振 陈家健这样准备培养新的继承人 同学聚会结束后 我在门口等着裴雨晴来接我 柳如烟带着一身酒气走向我 就在她想开口说什么时 裴雨晴的车到了 柳如烟站在原地看着我 神情很悲伤 你和她在一起了 我坐上裴雨晴的副驾驶 看向路边站着的柳如烟 就像和一个普通朋友说话般说道 柳如烟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 该放下的也该放下了 祝你以后幸福 裴雨晴帮我系好安全带 直接启动车子 在汽车的后视镜里 我看到柳如烟捂住脸 就像是孩子般无助地蹲下 悔恨痛苦 可惜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要